在过几个小时就是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0周年 不少香港示威者将这一天视为决战日 有人已经声称会大量投制汽油弹 并在香港地铁和商场准备纵火 为了预防示威者暴乱 香港警方准备出动上万名警力加以应对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早前申请11在港岛区进行游行 遭到警方反对后 不少人在社交群组留言 扬言会继续参与自由行 同时也计划在九龙及新界至少六个地区举行抗议活动 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五星红旗并且堵塞沙田马场 有报道指出民众将在六个地区举办活动 地点包括屯门、沙田、泉湾、黄大仙、深水部及湾仔 与此同时也有网民建议占领马路游行 并破坏附近的五星红旗 集中在沙田的抗议活动计划在明天中午前举行 以便阻碍前往沙田马场的道路 以达到国庆日无马跑的情况出现 不过大部分人对参与时间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因集中火力在港岛区自由行 然后在黄昏直到晚上才前往各区集合 也有人指两者应该同时进行以便分散警力 不少人也建议在星期二将行动升级 另外也有人号召在星期二晚上 在各区商场内举行引火晚会 并附上详细的路线指标及计划 甚至有人暗示要在香港地铁纵火 香港警方目前已经从不同的管道收集情报 部署上万名警力准备应对 确保迅速制止激进分子的不法行为 以免伤及无辜